寿命百岁,而这个事情多少时候 可以完成呢? 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一个人活一百岁的寿命,那三个小时,它算 什么?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看三阿森纸节,就像我们看三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一样 这个是大自在呢 所以诸位要求长生不老,到那里去啊 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,才长生不老啊 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办法,做不到哪 Tilda反邪线 那么说到成就,则一生补处 一生他就完成了,补处是什么,是等觉菩萨,不是后补,补处,后补佛哪 缓 一句话说,他一生成佛了 虽然成佛,他不在佛位,必须等别的佛他退休了,他 去做后补去 像这个现在弥勒菩萨,他在兜律天作为后补佛,释迦牟尼佛这个法 运终了之后,那么他来补缺 底下的时候,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释现成佛 这个 事情,这是从凡夫的修行修到等觉菩萨,一生完成,在任何一个世界都不可能 唯有在西方极乐世界,他一生完成,所以他便一生死尽了 这是讲西方 极乐世界,这个震报之殊胜 那么再说我们往生,刚才讲了,破两种执着 断烦恼障,断锁之障,都是我们办不到的 两种障不断,叫代业,代业能够 往生,这是不可思议之处啊 我们前面讲过了,这是想不通的一个道理 理 太深了,事情也太奇怪了,所以说理事都特别,这称之为特别的法门,理事都特别 Till the 反斜线 往生,我们要在本经跟诸位细细的讨论,这是一回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个 道理 经上常说,这一个法门叫二立法门 两种力量,一种是阿弥陀佛的力量 他帮助我们,另外一种力量,就是自己的力量 自己力量跟阿弥陀佛力量集合起 来,这个法门它特别在这里 除这个法门之外,在佛法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所谓说佛菩萨的力量,那就是佛菩萨讲的这些经典 这些道理,这些法门,来教导我们,来帮助我们,这如此而已 Till the 反斜线 唯有这个法门,是阿弥陀佛他的神力确实能够帮助我们,灵命忠实戴业往生 那 各不戴业往生的,我们不必说,为什么呢 那个通途法门里头有,那个不稀奇 事理都是很正常的,都是不难明白的,我们不谈它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戴业往生,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Till the 反斜线 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了,到我们灵命忠的时候 佛才来接引,如果我们这个寿命不要了,现在我就想去,佛来不来接引呢 给诸 未说,佛也来接引 靠得住吗 决定可靠 有证据吗 古今来的时证很多 向诵 朝银科法师,将来到经文里头,我再跟诸位详细的来说这个公案 他求往生,念 佛念了三天三夜,阿弥陀佛现前了,告诉他,你的寿命还有十年 十年以后,你 那个时候受命禁的时候,我一定会来接你往生 这个等于说受计了,可是迎科法 是,他自己不愿意 他说我还有十年寿命,我不要了,我现在就想跟你去,可 不可以呢?阿弥陀佛笑笑说,好吧 三天以后,三天以后,我来接你 哦 他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呼向大众宣布,三天以后,佛来接引我往生了 寺院的大众,听了他这个 话,半信半疑 如果对他修持上来说呢,大家对他怀疑,而听他说话语气那样肯 定,那么样的果断,不像是妄语,所以大众也就姑且听之,也替他做了准备 道 了第三天,迎科沐浴,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,换上新衣服 早课的时候,要求大 众给他送弥陀经,念阿弥陀佛的佛号,送他往生 佛号刚刚起,还没有念几声 迎科就告诉大众,阿弥陀佛来了,我已经看到了,我现在要跟他走了 向大众告 别辞行,他就在大殿上作话了 这